大家好,今天教大家一款那个KT猫笔筒的做法 首先呢,我们还是准备好那个珠子 这个是主色,然后这个是里面的花形 然后这个是配色 然后鱼线的话,首先我用三米的鱼线 然后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成品 成品出来就是这样的 这个的话可以放很多笔 然后这个中间的话是可以放些那个名片的 像平时的一些名片比较适合办公室人员使用 然后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这个是从底的话 底下就开始做的 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一下 首先还是用鱼线 我首次使用的是三米的 我们先来穿一颗 先用主色 那就是先穿一颗蓝色 一颗白色 再穿一颗白色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鱼线的正中间 然后右手对折 右手把这个鱼线对折 左手拿一颗蓝色 穿进来 然后现在左手边的这根线 从这个孔里面穿过来 从上面下面 从这边或者这边穿过来 都是一样的效果 所以大家不必纠结于这个问题 只要把它穿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形成一个结 我们把这个结用力 注意要左手的线不要用力 把右手右手这根线 左手只是这样扶着这颗珠子 然后右手用力 把这个结轻轻的拉到这颗珠子里面来 然后再两个手一起用 注意这个结现在在这颗珠子里面了 好 现在的这个步骤呢 我们叫做倒线 好 现在我们把右线 右手边的叫右线 左手边的叫左线 我们把右线穿一颗蓝色 左线穿一颗白色 现在这样 然后把右线对折 用一颗蓝色倒线 还是把这个结拉进来 现在两个手用力的 两个手一起用力这样拉一下 确保这个结在这颗珠子 白色的珠子里面 然后我们再把右线穿一颗蓝色 左线穿一颗白色 然后再用一颗蓝色倒线 好 再接着就重复 重复这个步骤 就可以了 继继续 再次接着就В了 对 好了 那我就要把屏幕炒 tros复 再来 继续 那个 逼 大家注意 你看我这里就做错了 这个应该穿成白色的 穿错了的话 把它拆了 重新穿一下就可以了 好 大家做了这一步之后 注意数一下 数这个侧面这颗白色的 一二三四五 一共五颗了 然后我们现在这根左线 右线先不动 拿着左线 穿两颗白色 穿两颗白色之后 然后我们把它 把这个这样放 这样放之后 然后用右线 也就是右边的这根线 对折 用一颗蓝色来倒线 最后形成的是这样子的效果 然后我们把这个结 拉到这颗蓝色柱子里面来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还是右线 这个左线 再穿两颗白色 然后我们用这个右线 再用一颗蓝色来倒 好 现在是这种状态了 然后我们把右线过一颗珠子 右手边的这根线过一颗珠子 好 然后左手左手边的线 左线穿一颗白色 再用一颗蓝色倒线 现在左线穿 先把右线过一颗珠子 右线过一颗珠子 我们就是说借用之前的一颗珠子 左线穿一颗蓝色 注意哦 这里是换颜色了的 然后再用一颗蓝色倒线 好 右线再过一颗珠子 左线 现在大家看注意这一步 穿到这一步之后 然后我们用右线穿一颗珠子 穿一颗蓝色 注意这里是右线穿一颗蓝色哦 然后用一颗蓝色倒线 现在是这种状态了 好 现在我们把左线过一颗 左线向左边过一颗珠子 好 现在这样子之后 然后我们左线 把右线穿一颗珠子 左线不动 把右线穿一颗珠子 穿一颗蓝色的 然后我们再拿一颗蓝色的来倒线 这里注意 用力拉紧 把这个结打在这颗珠子里面 然后我们左线 穿一颗白色 右线穿一颗蓝色 再用一颗蓝色倒线 再用一颗蓝色的去 然后左线穿一颗穿两颗白色 一二 穿两颗白色再用一颗蓝色倒线 好 现在是这种状态之后 我们左线穿两颗白色 再用一颗蓝色倒线 好 然后右线过一颗珠子 左线穿一颗白色 再用一颗蓝色倒线 右线过一颗珠子 左线穿一颗白色 用一颗蓝色倒线 好 大家注意这个位置 做到这一步之后 然后我们把左线 右线不用过珠子了 左线直接加一颗白色穿一颗白色珠子 然后我们直接用一颗蓝色珠子来倒线就可以了 看一下细节图 这其他都是四连珠的 这个这个是个三三颗珠子的 好 做到这一步之后 然后我们把右线 然后我们把右线 这根是右线 过两颗珠子 一颗 注意看过的哪两颗啊 一颗这一颗 然后再把侧面的这一颗也过了 好 现在大家看一下线的位置 然后我们直接用一颗蓝色珠子倒线 现在是这种状态了 然后右线就过一颗珠子 过着侧面的这一颗 然后直接用一颗白色的珠子倒线 好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这个这个笔筒的这个底 大概就是这样 它是个心形的 好 现在我们做完这个心形之后 大家把这个线这样对着对着自己这个这边拿 好 然后我们开始编侧面 侧面的话很好编了 穿一颗 好 首先我们都侧面都是蓝色的 穿两个 右线穿两颗蓝色的 然后再用一颗蓝色的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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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线过一颗 ==== 左线过一颗 右线穿一颗蓝色 用蓝色倒线 左线过一颗 右线穿一颗蓝色 大家注意这个侧面这里是用白色的倒线 首先再过一颗 右线穿一颗白色 右线穿一颗蓝色 再用一颗蓝色倒线 首先过一颗 右线穿一颗蓝色 用一颗白色倒线 大家注意你看这个角 这个角 这个角 还有这个角 还有这个角 这个侧面的这颗都是白色的 只要注意这里换一下颜色就可以 其他地方都是蓝色的 左线穿一颗蓝色 左线穿一颗蓝色 注意过的是这颗白色的哦 右线穿一颗蓝色 注意这里也是用白色倒线 大家用蓝色倒线也可以 注意这里用成蓝色倒线吧 反正是在里面 好 然后这根左线再过一颗白色 注意我们过的这一圈 全部都是围绕外面的一圈 白色来过线的 右线穿一颗蓝色 再用蓝色倒线 再用蓝色倒线 左线再过一颗 右线穿一颗蓝色 右线穿一颗蓝色 用白色倒线 大家可以发现这个规律 你看这个颗 反正是拐角这里 全部都用的是白色 左线过一颗 右线穿一颗蓝色 用一颗蓝色倒线 左线过一颗蓝色 右线穿一颗蓝色 用一颗白色倒线 右线穿一颗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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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蓝色倒线 好 这里就很简单了 我就快一点了 左线再过一颗 左线穿一颗 右线穿一颗 右线穿一颗 有点亏在 左线穿一颗 右线穿一颗 右线穿一颗 左线穿一颗 走 一点穿一颗 五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